今天申訴專員就著一項主動調查出來發布的 就是關於忠誠藥的問題 忠誠藥界過去多年都是就著他們一些忠誠藥註冊困難 多次出來表達不滿 同時間市面上也是充斥著一大堆類似忠誠藥 但又不是以忠誠藥註冊的製成品 好像在這裡 我就有一盒叫安宮牛皇院 大家知道安宮牛皇院是用來救命的 若果它製作得不好 又或者有什麼雜質侵了下去 其實是會直接影響到它的成效的 這一盒安宮牛皇院 基本上如果按照現在我們香港的制度 它就不需要註冊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們現在的忠誠藥註冊制度出現了一個很嚴重的漏洞 就是定義出現了問題 忠誠藥就是純粹一條儲方 它全部是屬於藥點裏面的忠藥 即是說這個忠藥的組成部分 全部是藥點裏面指出它是忠藥 那它才是需要根據現在我們的註冊制度去進行一個忠藥的註冊 但是假如它在製成品裏面侵入一些非忠藥成份 它就不符合這個註冊的要求 那就不需要做註冊 它只是一個食品 好像這個安宮牛皇院 它只在裏面加了維他命C 它就已經不需要註冊 這件事亦都突顯了我們整個忠誠藥註冊 出現了一個非常之嚴重的漏洞 市面上亦都出現了大量這些疑似忠誠藥 但是又不需要註冊 不需要受到任何監管 它只要在裏面加一個食物標籤 就已經可以在市面上大量去販賣 那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這些不需要註冊 又不需要經過嚴格的製作過程 已經可以在街上買 那這些屬於正牌的安宮牛皇院 它就變成市場已經被人貪薄了 那還會不會有藥商 會放這麼多資源去做 他們用心去製藥呢 所以我們市面上越來越多了 有救命的藥品 亦都有小朋友吃的藥品 這些其實主要九成九的成份 都是忠誠藥 但是它只要在裏面加了一種的成份 就已經不是忠藥了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對於正當的商人 是造成一個不公平 亦都是扭曲了整個香港忠誠藥市場 亦都影響我們香港的聲譽 因為我們忠誠藥在香港 其實遠近馳名 周圍的人都會來香港買 但是假如它買回去發現是硬品 其實亦都會影響香港的聲譽 那現在的註冊困難 在於我們忠誠藥的定義 以及一些在檢測方面 由於是複方檢測是非常之困難 那我們亦都在立法會裏面 多次敦促政府 是要去改善現在我們那個條例的定義 以及是將一些健康保健食品 和忠誠藥是完全分開的 現在我們這兩個市場是混在一起 一些似是而非的藥 亦都是賣到通街都是 好像這些 看起來像忠誠藥 或者是像西藥 它是老人家吃的 但是它裏面亦都不需要經過任何的監察 因為它是食品 食品的問題就是在於 它不需要 即是不可以講明它的用途 但是我們都見到有很多藥 它是影射著那個用途 兼甲呢 亦都不可以講明那個用量 即是說如果安宮牛皇丸 這個不是藥品的話 它是不可以講明它一天要吃多少次 吃一顆的 即是說它可以不斷吃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安宮牛皇丸吃得多 是會中毒的 所以我們希望藉著申訴專員 今次這個主動調查 亦都可以令到我們的市場 是回復正軌 亦都希望政府盡快 就著我們中藥註冊條例進行修訂 同時間亦都為香港的保健食法 食品進行立法 令到中藥和保健食品兩個市場 是盡快能夠清晰地分開 保住我們香港中成藥的市場 同時間亦都能夠保住我們香港中成藥的聲譽 OK 麻煩 阿諾 阿諾